Alright 我反正今年處理了 就是幾件交通事故 所以呢我那時候找到高雄市前鎮區交通大隊的 Google評價 然後呢我發現了這一則的 評論 發現這一則評論 然後 他就說我的車本來停在 斑馬線這頭的店家騎樓 我要過去對面然後左轉 可是如果我不是從這邊直接騎過去到對面的話 變成要帶轉三次才能達成 我也是等到綠燈才騎過去 也知道斑馬線上可能有人走路 所以我非常小心謹慎注意 另外這個科技執法我覺得好恐怖 感覺隨時都有人在看著我的一舉一動 我也不是做什麼很壞的事 現在連續兩天都被拍到而且開閥 我感到非常的害怕 這兩張罰單加起來 一千二 可是我一個月的薪水也才一萬二 我真的好擔心接下來的生活怎麼辦 你們可以體會嗎 當我生活這麼艱困的時候 連續罰了我兩張單 簡直是要把我逼上絕路 我做的事很壞嗎 我很小心一一的愛著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的人 連過個馬路我也很專心的觀察 生怕一不小心傷害到了他們 到頭來受傷的還是我自己啊 Well 就跟這一集的標題一樣 這一集的標題應該是想要講 錯誤的論述 突循循循 自己的困窮 我只能說高雄市左轉這件事情 它並不合法 可是 呃 科技執法這件事情 我希望 的是 我個人 我個人希望的是 它可以一併用在 四輪汽車上 而不是單單的放大 檢視 摩托車二輪的行為 而很多汽車 其實看到那個輕軌經過的時候 它覺得 那一段時間差 或是那一段空間 它可以轉 欸它就轉上去了 結果就撞到一起了 這件事情 在高雄市 我相信也發生了 不少件 捷運局 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 應該時常對這些事情 論有所聞 你只是為了 一昧的改善了 所謂的高雄市左轉的觀感 去偵測這樣的科技執法 我覺得 對 其他的 用路人 並不是 非常的公平 你其實有更多的路段更需要這個所謂的科技執法 你為什麼不用呢 你這個 論述 雖然說 建立在一個 感性面上 但是 如果到我這裡 就會變成另外一個 樣子的形式 來去檢討市府 這個科技執法的 目的 會比較好 就我個人 單單這樣看 那 你後面所敘述的 感到非常害怕 不是做非常壞的事 我小心翼翼的愛著這個世界 這個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情緒勒索 所以 不要用錯誤的論述來 讓大家覺得這個 徒增這個邏輯上的困窮 自己也會陷入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Yeah That's it by bwd6